平凡之路,已经更新到了12集,这12集信息量很大,剧情也很饱满。 贪言因为见义勇为被网爆,同样举证渣男的袁晓鸥也被网爆。 贪言和袁姑娘面临的问题正是现实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事情, 有些无良播主造谣,给当事人的生活带来了严重的困扰,身心也受到了伤害。 不过,最精彩的剧情还是佐娜、金晨饰演,带着母亲劳春雪、吴玉芳饰演, 还有舅舅、岳阳饰演,闯入佐大健和蔡小蕾、王秀竹饰演的家里,进行取证, 母亲劳春雪也被屋子里的婚纱照、衣服、首饰深深刺痛了。 其中,蔡小蕾和佐娜还是闺蜜,结果自己的闺蜜爬上了父亲的床,还和父亲有了孩子。 这样的剧情有点狗血,这样的事情也有点打击人。 金晨,工作中很拼命,生活中被父母关系折磨。 佐娜一角由金晨饰演,佐娜是一名实习律师,有自己的职业操守。 金晨在剧中的造型也很干练,深色系服装,配上清爽短发,有一股之性美。 工作中,佐娜不顺心,生活也是各种不顺心。 母亲和父亲关系一直不好,父亲还和自己的闺蜜搞上了,母亲闹自杀的,一大堆不好的事情堆积在一旁。 佐娜分身乏术,快撑不下去了。 对佐娜打击最大的就是自己的闺蜜成为了后妈,这一事实让她难以接受。 金晨这次在剧厅的造型很知性干练,短发形象更是让她有了活力和灵动。 金晨演绎了几部都市剧了,并且在剧中的人设都是都市女白领。 这次在剧中饰演了一名实习律师,各方面经验不足,做事也很执着。 金晨代表作有《我们都要好好的》,《蒙飞驾到》,《秦时明月》等。 王秀竹演绎最美艳的情妇,想当好朋友的后妈。 王秀竹这次在剧中演绎了一个美艳情妇蔡小蕾,这个蔡小蕾还和女主角佐娜是闺蜜。 人家拿她当朋友,她却想当对方的后妈。 这样的人设没有道德底线,品行也很恶劣,让人气得牙痒痒。 佐娜母亲受不了丈夫在外面的情妇,还让情妇怀孕了。 在想不开的情况下,割腕自杀,蔡小蕾不仅没有愧疚之心,还说一些过分的话,简单是恶毒情妇。 王秀竹演绎的是美艳情妇,剧中的造型也很洋气,碎花裙子,少女感十足,职业装知情优雅,她直接把老男人佐女奈的父亲拿捏得死死的。 所以,本就把出轨当成家常便饭的佐娜父亲,没有把持住,立刻和蔡小蕾走到一起,还让她怀了孩子。 事情是这样的,佐娜把蔡小蕾带回了家,佐娜母亲还为蔡小蕾介绍了工作,让她到丈夫公司去上班。 结果,蔡小蕾和佐娜父亲走到了一起。 王秀竹演绎蔡小蕾也算是很合适,王秀竹本人身材高挑,皮肤白皙,演绎情妇来也是得心应手。 之前,王秀竹就在《冰与火》中饰演了杨林父亲的情妇,还在《底线》中饰演了法官宋雨菲。 整体下来,王秀竹演绎的蔡小蕾很到位,真实而立体。 无论是衣品还是外形,王秀竹都有美艳情妇的味道。 同样演塑料姐妹花,金晨和王秀竹对比,有何不同? 其实,金晨和王秀竹所饰演的角色都很出彩,因为两位演员都有不错的演技。 只是,金晨饰演的佐娜是拥有主角光环的, 她戏份多,三观正,人设是受欢迎的。 相反,王秀竹饰演的角色是绝美小三,破坏了别人的家庭, 还抢了闺蜜的爸爸当老公,王秀竹的人设很招人恨。 金晨剧中的造型干练之性,衣品虽然很朴素, 但特别的上镜,随便一拍都是好看的时钟周。 王秀竹在剧中的造型以绝美为主, 因为她是一个美艳的情妇, 造型和演员颜值都要合格, 在大众的认知里,情妇都是绝世大美女。